太空經濟時代真的來了 中華電信這兩天正式宣布 跟歐洲的這個衛星通訊公司 叫做OneWeb 簽獨家代理合約 代理什麼呢 這家公司在全世界 已經發射了600多個地位衛星了 所以明年開始 簽約之後 這些訊號將會覆蓋台灣 台灣正式進入新紀元了 那概念股誰先衝天 民主我們請您上台來 先講一下目前的趨勢 跟最近任的題材有哪些 對 因為最近其實剛好在德國的布萊梅 有舉行一個航太技術展 那個布萊梅就是大家在看 格林童話的時候 有一個叫布萊梅樂隊 講的就是那個地方 那11月14號到16號 也就是這幾天的時間當中 在德國布萊梅舉行 那全球有超過40個國家 650家的一個廠商去做參戰 那其中比較知名的 包括像是Airbus Defense and Space 這個是一家國防航太的一個服務商 那以及像是Alien Group 這是一個火箭發射的一個服務商 那另外還有140家的一個航太跟 衛星次系統的一個整合商 因此在這一次的這個航太技術展當中 當然其實大家可以預期就是說 你看這個是國防航太 然後這個是火箭發射 然後這邊也還有衛星次系統 大概主軸還是擺在所謂的一個 衛星的一個發展 以及這個科技的一個發展上面 那這一次台灣有兩家公司有做參展 一個是雷洋科技 它是這個衛星通信解決方案 主動式電子掃描陣列雷達 以及升降頻模組 都最主要其實就用在這個衛星通訊上面 那另外一個是張亮科技 那張亮科技這個部分呢 它是獨創球形馬達 因為基本上你在衛星當中 如果你要提供這個動力的話 基本上現在的做法是單頻馬達 那因為它必須要立體移動 所以你那個SYZ 其實都要有一顆馬達 去提供它的那個動力 但是這個球形馬達呢 它是用一顆就可以達到這三顆 原本傳統單頻馬達 三顆的一個效果 所以它可以節省 大概20%左右的一個空間 那根據這個估算 它可以省下大概200萬台幣的一個成本 因此當然這個其實是SpaceX 現在他們其實在用的一個技術 這個也算是台灣之光啦 不過目前這一家公司 我記得應該是掛戰略創新版 這個應該是還沒有掛牌 所以這一次大概最主要去參展的 這個台灣廠商是 如果就股市的一個關係來看 相對來講是稍微比較弱一點 不過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既然現階段其實大家都往這個領域去做發展 我覺得倒是國內的一些相關的個股 其實未來也是會有機會有這樣的一個商機 畢竟或許大家會覺得說低軌衛星一談 好像談了兩三年的一個時間 但是你看這一次包括那個以色列 不是有那個第一次把那個人類的戰爭延伸到太空 就是那個他們攔截了這個應該是夜門的 那種所謂的一個飛彈發射 所以這個的確是未來的主要的一個發展趨勢 那另外大家所談到的那個低軌衛星的那個通話 基本上也在明年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看到相關的一個服務 因為這個中華電他這個這兩天了 他是跟這個歐洲 Utelset他旗下的那個OneWeb 簽訂台灣低軌衛星的獨家代理合約 當然最主要是指台灣的一個市場 那這家公司過去我們在談的時候 其實大概每一次談到低軌衛星其實都有講到 因為目前如果說以這個全球的這個低軌衛星的這個公司來看的話 包括大家比較熟悉的這個SpaceX 然後以及像是亞馬遜的這個Project Cooper 這個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談過 那另外就是OneWeb它的規模是比較大的 那如果說以衛星的發射數來講 它應該是我們剛剛所談到這三個當中第二大的 對 因為它僅次於這個SpaceX 因為SpaceX其實發射已經來到這個4000顆以上的一個衛星 那600顆的一個低軌衛星 當然數量上面沒有那個新電計劃來這麼多 但是它也已經可以達到這個覆蓋範圍 其實很廣的這樣子一個功效 所以它預估在2024年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低軌衛星的訊號就會覆蓋全台 因此當然中華電這個時候有點搶先 因為畢竟你能夠合作的廠商不多 所以當我等於是獨家代理 那你其他電信廠商是不是只能夠找那個SpaceX 或者是說還沒有那個有衛星發射的這個Project Group 那目前看起來時間點可能就要稍微比較久一點 所以最近其實手機的那個發展趨勢 是不是都是可以這個連接衛星 包括了華為新的手機 那包括了這個蘋果 它雖然說現在只能夠簡訊服務 但至少可以發那個SOS求救訊號 所以目前看起來感覺應用好像並不是來這麼廣 但未來因為畢竟不是說你去的地方 其實都會有那種所謂的一個手機訊號 因此未來我想應該是朝著 包括你可以正常使用手機 不僅僅是那種文字訊息 還包括了影像 包括了聲音電話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未來主要的一個發展方向 那中華電視台也談到說 接下來會全力配合數位發展部 他們的一個計畫叫做應戰或暫時新興科技強化 通訊網路數位任性驗證計畫 聽起來很長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因為這一次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大家對於第一次那個SpaceX 那種所謂的低軌衛星的服務 比較有感應該是烏惡戰爭 因為那時候其實它發揮了很大的一個效果 那的確啦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以台灣的這個領土範圍來看 其實說真的要比較沒有訊號的範圍 其實相對來講比較少一點 那因此它可能會用得到 那我們也希望它不要用到 但是如果說用到的時候 可能也許是在暫時 那當然希望說能夠保持這個通訊網路的一個暢通 我想這個是中華電信他們會做的事情 那另外他們也會佈建國內700個 及國外三個低軌衛星的一個 終端設備的一個戰點 那包括了國內泥島 那偏遠地區以及重要的行動通訊節電 都會建立網路連線 所需要的衛星後傳的一個鏈路 簡單講就是說 這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訊號可能沒有來那麼好的地方 他們其實都有機會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案去 這個用使用這個衛星的一個訊號 來做一些傳輸 的確這些個股大概通常都是屬於相對低檔 或者說是股價有經過一段時間的成立 因此我認為說這個反而會是一個機會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可以來看 包括像是3380的明炭 它前三季的EPS是0.92元 那最近期如果說以衛星相關的題材來看的話 它是鴻海低軌衛星珍珠號 這個當然是最近期的 對 發射成功的供應鏈 當然有協助這個所謂衛星的一個生產製造了 那另外就是西手梅洋科技 這是我們剛剛談到這一次有參展 這個航海展的一個公司 他們出貨那個立方衛星 立方衛星就是這個正方形的那個衛星 因為相對來講比較小 它可能就需要就是不需要這麼多的 不要耗費那麼多的成本 它就可以發射到太空上面 那能夠做的事情當然就很多了 比如說當然就最主要可能就不是 以這個衛星這個訊號傳輸為主 而是一些包括了環境監測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好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它跟雷洋做合作 因為他們合作時間其實算蠻長的啦 所以相對來講當然如果說雷洋這一次參展的話 其實當然對於這個 這個明太的合作夥伴來講 其實也會有一些帶動的效果 明太股價位置好低喔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波的一個股價其實來到了相對的 這樣子的一個低檔整理區 當然今天股價其實開始有一點向上去做反應這個味道 因為外資開始買它 對 因為外資開始在低檔去做一些承接佈局 不過因為畢竟在相對低檔位置 我覺得其實可以用等於是用前波的低點當作是一個防守 因為當然股價要發酵 可能就要等到那個衛星的那個服務開始陸陸續去做推展之後 其實股價會有比較大的發揮的效果 但大家就可以以這個前波低點當作是一個防守店 基本上只要股價沒有跌破前波低點的話 因為畢竟目前是相對低位階 後續其實都會有補償的機會 好 這是明太 然後士興科 對 那士興科的部分呢 它前瞻竟是賺了1.34元 其實表現算也還OK 那專案出貨給SpaceX 所以它整理是SpaceX的一個供應鏈 那如果說以它的原本的本業最主要 當然還包括了這個POSE機台跟博弈機台 因為它畢竟是工業電腦的一個廠商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雖然說整體全球的景氣 看起來沒有那麼樣的一個熱絡 但是它的POSE機以及博弈機 其實並沒有受到太大的一個影響 而且國防航太的一個業務 目前看起來其實整體的狀況 也是往上去做一些提升 所以就股價的一個角度來看 那今天股價其實也有向上去做一個衝高 這樣的一個表現 如果說我們連接這個最近兩波高點的 突破下降壓力線 它其實有一點突破所謂的一個下降壓力線 這樣的一個味道 因此今天當然來挑戰這個季線的一個位置 有留了上影線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後續其實我們可以關注 因為基本上這些個股 基本上走勢上面其實常常都是出現 那種一段往上去做一個拉抬 那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於成交量 對如果說我的成交能夠持續去做一些增溫的話 其實大家就每天就看那個預估的成交量 如果有出現一些比較這種所謂持續去做放大的話 事實上股價其實都會有一波向上拉抬的一個機會 好 世新科接下來生帽 對 那生帽的部分呢 它最主要是獨家供應在這個SpaceX基地台的一個席高 因為基本上這一些 這一些所謂的微信通信產品 他們當然需要比較重 所謂的比較強的材料去做一些這個製造 所以相對來講當然它其實會有一些要求在面 那要求在裡面 那因為生帽它其實最主要就是以席高為主 所以當然它可以針對客戶的需求去做各種不同樣的席高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另外低溫的席高 它也獲得Intel的一個認證 那開始去做一些出貨 來 我們看一下股價的位階 對 所以你看股價的一個走勢 這個其實就是之前有漲過一波之後 最近其實回來去做橫向的一個震盪整理 然後外資也買 對 外資其實最近期有出現一些比較連買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因為前波高點剛好有一波 這個我記得應該是漲停板之後隔天打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會有一波這個套牢的一個賣壓 所以在這兩天衝高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都有留一點點上影線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在消化這個地方的一個套牢賣壓 所以後續我覺得關注的重點 基本上因為連續兩天的上影線之後 接下來如果還能夠去突破上影線的高點 那就代表就是說這個籌碼其實有換手再往上去做攻擊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畢竟股價經過一段時間橫盤整理 如果說能夠去突破這個高點 而且帶量的話 事實上股價就有突破整理區再往上攻擊的條件 好 這是什麼 來 下一頁起機 對 那起機的部分當然是這一波股價算是比較強勢的 那跟它的獲利其實是有關係 因為它前三季其實會賺7塊多 事實上以它的目前股價大概140塊錢不到 它的本益比其實並不是特別高 那最主要它擁有這個上位陣列天線製造的能力 可以操控無線電波數 那就是你可以讓這個衛星的通訊來到你想要的一個位置 那目前如果說以這個低軌衛星在國內的一個公司來看的話 它應該是低軌衛星的貢獻金額是業界最大的 我們來看一下起機之前因為有ETF納入到沒有錯 對 所以你看股價其實曾經有向上一波走勢 你看最近其實股價也是打回來到這種所謂的橫盤整理的一個區域 而且你看它的那個整理區域是一直有在往上去做墊高 那雖然說最近有因為這個應該現正的關係 股價有一點點壓縮的感覺 但基本上隨著這個所謂的這種套利賣壓去消化完畢之後 基本上它前波能夠攻到150塊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 剛剛柱華談到一個是ETF 那另外一個就是整體的公司的成長力道 所以從這角度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說後續如果說有出現增量 往上去再突破平台整理區的話 因為根據它前面這樣一波一波向上墊 我是覺得股價其實還有在往上墊高的條件 好 謝謝明哲 請先回座休息一下 久不見節目當中 張老師跟大家講了這次的拜習會 到底各方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對方的回應是什麼 等一下重頭戲我們要來看看 除了剛剛提到的檯面上 檯面下這次習近平為什麼要冒著著多的風險 來到舊金山跟拜登一會 而這一次張老師說他姿態有一些放低了 到底美方拜登圖的又是什麼 休息一下繼續說故事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